第22题下图是加热干油的三态变化图 请依此判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个加热曲线图老师上课教过 1的状态是所谓的固态 那么我们的3的状态是所谓的液态 那么2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固意共存的情况 有固态也有液态 那么我们的18度就是让我们从固态会变成液态的温度 所以它就是所谓的熔点 所以第22题的选项B说 干油的废点为18度C是错的 这应该是熔点为18度C 选项C说干油的凝固点大于熔点 这也是错的 一般而言我们的凝固点跟熔点的温度是一样的 选项株说第二阶段干油都是液态 第二阶段应该是所谓的固意共存 刚才提过了 所以选项株也是错的 只有选项A是对的 10度C的时候撞过来是在我们1的状态 1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固态 所以选项A是对的 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 请依此判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10度C时的干油为固态 明天下来说